坐在車子裡滑手機 加完油了 但怎麼樣就是不肯付錢 我問你說你加什麼油 就95 95加多少 整票200 我又加800 到底是加1000還是800 自己也搞不太清楚 但加油站員依照聽到的指示 把油箱加滿了 這名男子就是堅持 他要加800元 最後只好用這招 160嘛 扣你要加800塊而已 他加960 那這邊等一下兩個 一模一樣的桶子 就抽出來你的數量 抽到一樣這個 就是你不要的數量 用抽的抽不出來 甚至請來修車師傅 要從引擎室放油 但他又反悔了 我的油你還給我吧 你不付錢的油還給我吧 合理吧 我不是不付錢 你沒有照我的意思去加 吵了老半天 不管怎麼做 都滿足不了他的需求 還突然惱羞成怒 把氣出在員警身上 你要幹嘛 你要幹嘛 是你要幹嘛 你要幹嘛 是你幹嘛 事發在花蓮玉裡的一間加油站 當時加油員聽到正姓男子表示要加滿 總共加了1760元 但要收錢時 他卻說只要加800 而且身上也只有800元 雙方僵持不下 請來修車師傅 要把多家的960元的油放出來 正姓男子原本答應 又反悔 最後警察來協調 他卻拿著一支筆 要攻擊員警 到底加多少下回還是說清楚 重複再確認 否則像這樣 鬧上警局 後悔莫及 TVBS新聞高中 莊宣花蓮採訪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